昨天有个兄弟问了我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燃油和纯电哪一种比较好 这完全是两种动力两套评价体系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呢 有这个想法的人通常是既想用电省钱又害怕里程焦虑 那怎么办呢 我今天告诉你还真有解决方法 那就是混动 混动车型可以说是目前新能源里增长更快的品类 超过纯电车型 而且混动其实并不是一个过渡技术 起码未来20年都是大事 所以今天想给买混动的人推荐一套技术 没错是套技术 只要搭载这套技术的车就必然买 肯定没错 它就是长城柠檬混动DST技术 今天我就拿这辆搭载柠檬混动DST的 哈维H6 BGV来看看长城汽车有多牛 混动虽然买的时候比燃油车略贵 但是油车是越用越贵 混动是越用越少 尤其是现在全球超厉害的柠檬混动DST 我刚刚跑了几圈下来发现这台车 不管是低速的市区道路行驶还是高速行驶 都给人一种动力源源不断的感觉 而且从电转游的时候特别的丝滑平顺 其实这个就是柠檬混动DST的一个优异表现 特别要说的是柠檬混动DST 从变速器到双电器控制器 都是完全独立自主设计 具备完全自主产权 我想之前在这一块 咱们都是要用到别人的专利 始终是被人卡着脖子 而现在不一样了 就从这个也得给长城一个大大的蛋 以前的混动变速箱都是单速的 而柠檬混动DST 引入两档混动一个可以称之为 经济直气档 另一个是动力直气档 给它来说就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 它是能够真正兼顾动力油耗的 满度档的日常使用的同时排放更低 柠檬混动DST能够根据路况和车速 智能选择工作模式 你只管踩油门 其他都交给柠檬混动DST 另外常常的柠檬混动DST的两档直气设计 从根本上抑制的动力不足的情况发生 解决了混动车线索的大难题 这也是我刚才所说动力强性和平顺的原因 就凭这一点呢 说它是中国混动之光 甚至是全球混动拳头产品 一点都不为过 长城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突破 这些都离不开长城企业 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与责助 长城汽车在今年前三季度 研发总投入达85.44亿元 营业总收入994.8亿元 净利润81.49亿元 两项数据都创了历史新高 除了自主研发的柠檬混动DST技术 还有长城汽车自己的森林生态供应体系 这些都让长城在整个产业的话语权更高 而在2025年 长城汽车计划累积研发投入实现1000亿元 有这样的投入决心和信念 相信未来长城肯定能在新能源市场上 披荆斩棘 看起来 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